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进到课堂同学呢 能够听到声音 能看到画面的啊 那么呢 请给麦克老师呢 敲一个一 好吧 咱们的内容啊 正式呢 从八点钟开始讲 所以呢 提前两分钟 请同学们配合麦克老师 来测试一下我的设备是否正常 能够听到声音 看到画面 一切呢 没有什么问题的同学的话呢 请你敲一个一 好吧 好 感谢大家的配合 啊 讲的是原理 有同学问我了 是讲简单的知识 还是高级操作 我给你解释的是原理 解释的是原理 是你可能会存在很多的困惑 对吧 你使用过程中间 你觉得你不敢用 那今天晚上呢 我会告诉你原理 麦克老师从来都不讲简单的知识 我只讲呢 它深入的一些理论原理 以及那思想 一些设计 好了 OK 那到了时间了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网易云课堂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微专业的直播公开课课堂 我是今天晚上的主讲老师麦克 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听到 麦克老师的声音 第一次看到麦克老师的照片 对吧 那么你如果觉得麦克老师长得还呢 有几分的帅气的同学 能不能给麦克老师来个火箭 来个游艇 让麦克老师嗨吧 好吗 我们上课一定要有这种激情 同学们听课也要有激情 好吗 同学们一定要呢 有激情的来干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学东西这件事情 真的要有激情 没有激情 学都学不好 好吗 感谢大家 好吧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到麦克老师讲课 那就要看同学们喜不喜欢开车 如果你喜欢开车 我就开车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开车 对吧 都一本正经的 假装呢 很正经 是吧 那么呢 我也可以跟大家一样的 装得很正经 是不是 那么我可以什么 一个车都不开 对不对 那同时你听我的课 你会觉得 哎 这个还行 我同学讲了 这个喜欢推车 哈哈哈哈 好吧 OK啊 那么咱们的话呢 开场的这个白 咱们就呢 讲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开始我们后面的重要的内容 那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要给大家讲的是 现成词的原理 与API的精细 那么这是我们高性能并发编程 这个专题里边 很重要的一块内容 也是大家在这个高并发系统开发的时候 一定会用到的这个啊 现成词 你高并发对吧 并发编程 那你肯定会用到现成词 但是我想啊 我可以打个包票 百分之六七十的同学 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用现成词 在面试过程中间 肯定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同学 是答不出来 现成词 我为什么要用 以及怎么样来使用 这个问题的啊 答不出来 我只知道我要用现成 但是我并不清楚 为什么是这一回事 好吧 那么今天晚上 麦克老师呢 会带你深入的去理解到现成 以及现成词的原理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的使用 现成词 那么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今天晚上的内容 麦克老师会讲哪些 这些方面 大家的方面啊 这一个呢 就是你可以了解到整堂课 麦克老师呢 会给大家带哪些干货 好吧 来看一下第一条 上万并发的程序设计中 开多少现成合适 啊 那么呢 在这一节内容里边 麦克老师其实让大家来掌握的是 现成的本质 现成的本质啊 那么呢 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问题 现成本质 你真的掌握了吗 对吧 那现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吧 在这话呢 好 知其所以然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内容 现成词原理的揭秘 啊 第三块 如何正确来使用 加瓦并发包中的 现成词 API 啊 这一块就是我告诉你 怎么样来使用 如何正确的使用啊 好 我们的讲麦克老师 那个现成词里面 我呢 大概的也了解 我也会用 但是我呢 可以打个包票 很多同学是用不对的 用不对的啊 好吧 好 这是呢 前面三块内容 第四块内容的话呢 麦克老师给大家 带来什么呢 第四块内容啊 那麦克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呢 是 为生殖加薪准备 分享大型互联网 分布式系统架构技术 让你全面的掌握了解到 大型的互联网应用里边 它呢 是怎样的一个架构 都用到了哪些核心的技术 那么你可以自己去查漏补缺 好好地呢 去准备 为明年的生殖加薪 好吧 那么这是我接下来啊 一系列的课程里边 都会给大家带上的一个内容 就是为生殖加薪 要为大家呢 去做一些准备 好吧 那么接下的话呢 我们继续往下走 继续往下走啊 好 那第一个内容 就是呢 前面讲的第一项内容啊 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呢 来一个新的标题 来一次简单的多线层面 是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我希望你啊 认真的 认真的啊 去呢 想一想 思考它自己的问题 很多问题很简单 但是后面肯定也有深入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问你简单的问题 一定是要带着你 一步一步的去深入 一步的深入啊 这样子 你有一个思考的这种依据和思路 你呢不会呢 走错 好吧 来 同学们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请问第一个问题 用多线层的目的是什么 是吧 很多同学的话呢 知道我要用多线层 但是我可以拿打个包包片 有部分同学真的打不出来 用多线层的目的是什么 对吧 哎 有同学讲了 并发的做事 并发的做事 有没有同学是认为这样子的 对吧 麦克老师一下子把所有答案都给你们的嘛 都给你按出来的啊 好吧 那么在这的话啊 答案 我会直接呢 给到你 但是呢 我一定会停留几秒 希望你呢 自己要去想一下 如果今天 你就在面试 麦克老师就是呢 面试官 那我今天呢 首先就面试你第一个主题 就是多线层 对吧 那问题一 我问你 用多线层的目的是什么呀 你可能会有个答案 希望你呢 心中有答案 那么麦克老师答案是这样子的 我心中也有答案 为什么我要用多线层呢 我要充分的利用CPU资源 并发作多件事 注意了啊 充分利用CPU资源 并发作多件事 这就是呢 我认为的啊 多线层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后边 后边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表象 就是我们希望做多件事 同时做多件事 为什么我们能同时做多件事呢 是因为CPU它很闲 是因为CPU它很闲啊 它闲得蛋疼 你必须得给它呢 搞点任务 搞点事情给它做 不然它呢 很闲 是吧 那既然有这么闲的资源 而且呢 很宝贵的资源 在闲置 那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去榨干它 去榨干它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你们注意一下了 那有同学讲了 单线层就不能充分利用CPU了吗 哎 这个问题是很好 单线层也可以充分利用CPU 但是 在我们编程的大多数场景里边 如果你涉及到了 跟IO打交道的 绝对不可能充分利用CPU 绝对不可能啊 你会发现 你的计算机 可能你的内存 已经耗到了百分之七八十了 你会发现你的CPU使用率 利用率往往都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甚至呢百分之十几 为什么 对吧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 我也在跑很多程序 但是我的CPU的利用率不高呢 是吧 请大家记住了啊 那么 还有一个原因就像 单核 现在是多核时代 多核时代啊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 第二个问题 请大家思考一下 单核CPU机器上面 适不适合用多线程 是吧 大家看啊 前面我们讲了 用多线程的目的是并发做多件事 那要做多件事 能不能同时做呢 能 因为我有多个CPU 对吧 那么我呢 就可以同时去做多件事情 那如果是比较古老的机器 上面只有呢 一个CPU 对吧 那么单核CPU 这个机器上面 适不适合用多线程呢 有东西回答我 不适合 有东西讲了 适合 适合的 好吧 那么在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 这个问题啊 那你要去区分了 看这个现场 它是干什么事情的 它是干什么事情的啊 好吧 这些的话呢 请大家就适合 如果是单线程 线程中呢 需要等待IO时 此时CPU就空闲出来了 它在等待IO的时候 CPU因为没有数据来嘛 是的 你的数据不过来 我没办法帮你计算 没办法计算啊 那我只能等 只能等啊 那这个时候 你这个现场 其实是什么 是需要停下来了 那既然你停下来了 我CPU还是可以给别人用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单核CPU上面啊 CPU机器上面 也是适合用多线程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线程 我们免不了 要进行数据的IO操作 你可能要把数据 从磁房里边 读到内存里边 对吧 也有可能要把你的数据 写到磁房里边去 啊 还有更慢的 你可能要进行网络的传输 网络的传输啊 好吧 那这个时候就绝对会呢 空闲啊 这个CPU出来 它的时间 可能很短 但是我们认为 看起来很短的时间 对于CPU来想 对计算机来说 它可能是一个很长时间了 对吧 因为它的计算 计算速度啊 太快了 太快了啊 对吧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理解到 理解到的啊 单核 即使你持有单核的CPU 上面也是呢 适合用多线程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成 它在我们的CPU上面 其实是要去把 去进行计算的 那计算的数据 要从磁房读过去 就肯定是到IO IO就有可能会怎么样 需要等待 因为磁房可能忙不过来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 磁房的读写速度 比你内存的读写速度 要更慢 你要读到内存里边 然后的话呢 还要从内存读到寄存器里边 才能进行一个计算 算一个计算啊 好吧 那么问题三 请大家呢 继续来回答 现成什么时候 会让出CPU 刚才我们讲到了 第二个问题 紧接着前景 斯卡下第三个问题 现成什么时候 会让出CPU 你学过现成的相关知识 你能不能告诉我 现成什么时候 会让出CPU 一定能够回答给我 主射的时候 对吧 因为前面我们就讲到了 Io的时候 等待Io就会主射 主射的时候 就把CPU让出来 就把CPU让出来啊 是吧 好的 那么呢 对了 一定要记住了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呢 是不是只有主射的时候 才会让呢 对吧 你记住了 睡眠的时候 也会让出来 啊 Wait的时候 会让出来 对吧 等待Wait 然后的话呢 睡眠的时候 或者时间片到了 也会让出来 哎 非常好 那么大家及时广义 在一个课堂里边 互相交流 你可能呢 只想到了两点 别人又想到了第三点 那这样的话呢 互相有个补充 互相有个补充啊 来好吧 那么一定要记住了 主射的时候 我们掉Wait 以及掉Await 等待Io的时候 这三种情况 都会出现阻塞 都会出现阻塞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 好 还有就是大家刚才讲到的 如果我主动掉了 slend.slip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是我很累了 我需要休息多长时间 那么这个休息的时间里边 也是会让出CPU 也会让出CPU啊 好吧 还有第三种叫做呢 Yard 这个Yard是干什么 哎 钱让 有东西来了 钱让 讲得很好 这个词 这个人讲谦虚 是不是 Yard的谦虚 哎 你先上 你先上 对吧 其实他自己很想上 哈哈 他看到那个姑娘了 还要谦虚一下 对不对啊 好吧 那么在这看了 这个Yard叫做主动让出 让出之后 他也会参与竞争 他也会参与竞争啊 懂得吗 这个话呢 先大家记住了 先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是主动让出来 主动让出来啊 还有这什么时候 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啊 现成结束了 他也会让出来 还有就是刚才同学讲到的 时间片到了 你该让出来了 你的时间到了 是不是啊 朋友 你的钟到了 请你出来 对吧 下一位哥哥要进去了 对不对 是吧 这个话呢 就呢 哎 一定要能够啊 去理解到了 其实这个事情啊 你要是跟他类比生活里面的场景 那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好吧 希望你能够理解到了啊 那么我们再来 再来啊 继续提问 问题是 现成是什么 你看 马克老师突然之间来了一个180度转弯 突然问一个 让你呢 可能觉得很简单 但是你觉得 哎 这个怎么突然会这样的问题啊 是不是啊 对吧 现成是什么 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啊 这个时候的话呢 突然就想了 哎 现成是什么 对吧 啊 你就能讲了 现成是 进程里面的最小的进行单元 是吧 对不对 哎 资源调度的最小单元 被强制杀死 还有 城市之间的最小单元啊 好的 那么在这里啊 呃 我可以呢 告诉大家 现成是什么 你百度一下有很多的 什么 很多的答案 同学们在学习过程中间 学到现成的时候 一定也会学到了 是吧 最小的执行单元 对吧 轻量级的进程 这些呢 都是概念啊 好吧 那么都是正确的答案 都正确的答案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呢 要给大家一个 更形象的一个答案 是什么呢 大家去看啊 麦克老师给大家的 现成是什么呢 现成就是一条代码执行流 他完成一组代码的执行 这个好像呢 不是很好理解 没关系 麦克老师后面 还要给你举个例子 还要给你举个例子啊 好吧 好 这一组代码 我们往往称为呢 一个任务 往往成为一个任务啊 那么麦克老师理解到的 所谓的县程 就是一条代码执行流 代码要执行 一定是呢 通过县程来执行的 一定是通过县程来执行的啊 那么呢 请大家记住了 加瓦里边 代码要执行 一定是通过县程 来执行的 它就是一条 代码的执行流 代码的执行流啊 就是一个流 那就很多代码 可以执行啊 很多代码执行啊 是一组代码 它完成的是一组代码啊 好吧 那么其他再看啊 问题五 CPU做的是什么工作 哎 看啊 我刚才讲到了 县程是呢 一条代码执行流 啊 完成一组代码的执行 那我简直会问大家了 CPU做的是什么工作呀 啊 这个东西啊 有些人讲了 麦克老师 你这些问题 问的太简单了 这都是我学计算机基础的时候 就学过了的 是不是的 那么在这里面要告诉大家 确实 确实 很多知识都是我们 在学习计算机技术的时候 都学过 但是我们学过了 往往把它忘了 往往把它忽视了 因为当你真正要去理解一个 所谓的在你的软件里边啊 学编程 学软件里边 稍微呢 觉得复杂一点的概念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联想不起来 我跟CPU有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的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有些人告诉我了 运算和控制 计算调度 好吧 那么运算和控制 对吧 很好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告诉大家 CPU他能做的事情干什么呢 很简单 执行代码 CPU 他就是执行代码的啊 他不是发号施令 他只是呢 进行计算的 他只是帮你来执行代码的 发号施令的是谁 发号施令的其实是你的代码 代码逻辑啊 代码逻辑里面呢 写得很清楚 写得很清楚 那么CPU能做的 其实他只是帮你进行运算 只是帮你进行运算啊 你把代码 你把指令 一定啊 我这所谓的代码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写的代码 但是真正 他之前的时候 是你这个代码 编译之后产生的 一系列的计算机指令 计算机指令啊 好吧 所谓的计算机指令是什么 其实也就是一些什么 第一级别的代码 第一级别的代码啊 好吧 那么CPU他就是来执行的 执行这些低级别代码的 执行那么那么啊 好吧 那么这个是让大家非常形象的去理解它 去理解它啊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给大家画个图 画个图啊 好吧 你看我这里有任务 任务是什么 是我们写的一系列的 或者是一组代码 这一组代码联合起来会完成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要执行 就一定要有一个县程 就一定要有一个县程啊 同学们啊 那大家看啊 在这里任务是我们写的代码 而CPU是执行代码的 那我们的代码怎么样跑到CPU上面去执行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要有一个依托 什么依托 就是我们的县程 这县程很形象 就相当于那一辆卡车 啊 我们把代码装到县程上边 然后呢 我们调它的start方法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开启县程 相当于发动了这个引擎 它就开始呢 拖着这代码 跑到CPU那里去 然后一条一条的卸下来 交给我们的CPU 它去执行 它就执行啊 那么大家看到了 装上去 然后呢 运送到我们的CPU那里去执行 好吧 这个我相信呢 你能够呢 比较形象的理解到了 如果你还不能理解到 麦克老师可以给你开个车 要不要开个车 碰什么 在这里呢 麦克老师可以给大家开个车啊 如果你觉得这个 这个势力还不好理解 还不够呢 生动 麦克老师给你举个 很啊 很形象的 好吧 那么我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们很多男同学 对吧 我们这些啊 吊词程序员 到了晚上都很寂寞 是吧 寂寞的时候 是不是都喜欢去大宝剑 有没有同学 有没有同学喜欢去大宝剑的 应该有吧 对不对 去搞大宝剑啊 同学们 那么搞大宝剑 需要有谁 需要有谁 需要有祭师 需要有祭师啊 我们这些男同胞 他是有任务啊 什么任务 心中很饥渴 想要呢 去释放一把 对不对 想要去释放一把啊 那这个我们的男同胞 就相当于是任务 他是带着任务去的 什么任务啊 要把心中的那种什么 那种火 给释放出来 那他要释放出来 就必须要有个什么 要有个祭师 跟他什么呀 配合才行 这个祭师 就是呢 相当于一个县城 对不对 同学们 是不是 你看 你心中有任务 有一团火要释放出来 所以的话呢 这个要祭师来帮忙 没有祭师 你释放不出来 是不是 所以祭师帮忙 你看啊 一定要带着你 带着你去哪里 去到一个房间里边 去到一个房间里边啊 然后在那个里边的话呢 给你进行什么 进行执行 执行之后 最后呢 你就把你的任务完成了 把你的任务完成了啊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这个例子 后面麦克老师 还会给大家讲 还会给大家讲啊 生不生动 如果觉得这个例子 很形象 很生动的同学啊 火箭游艇 刷起来 好吧 我也喝我水啊 好了 OK了吧 OK了啊 理解了吧 那么我们去往后走 那问题六 问题六啊 县城是不是越多越好 知道吗 这个时候麦克老师问你了 县城是不是越多越好 啊 同学们啊 县城是不是越多越好 那你就类比一下啊 这个计时 是不是越多越好啊 是吧 啊 有同学讲了 肯定不是的 肯定不是的 哈哈 对吧 那么 有同学讲的no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why 对吧 为什么 不是越多越好 重点 不是呢 这个答案 重点是 我希望你回答的是什么 why呢 你一回答不是的 我肯定会马上问你 为什么 对不对 啊 吃不消 房间 哈哈 好了 讲了要切换县城 创建销毁 需要调度 资源消耗 不安全 好的 OK啊 那么这个房间有限 很好啊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再给大家画个图 再给大家画个图啊 大家看 这里有这么多任务 就是有这么多的男同胞 都想要去呢 执行任务啊 对不对啊 好了 那么大家看啊 这边是CPU CPU在这里的话呢 还是有几个CPU的 好吧 有几个CPU的啊 来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块内存 这里有一块内存啊 你看没有 很形象给你画出来了 那么当 有任务要执行的时候 就一定要 有一个 济师 来接待 对吧 这个济师 接待你的时候 他是不是要带你 去到一个房间 对不对啊 到房间干什么 去给你执行任务嘛 对吧 那他要去房间 你看 他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 占一块空间呀 看到没有 他一定要带你去个房间 所以在这里呢 要占一块空间 你看啊 对吧 那么 如果有很多任务 我不断地开县城 不断地开县城 你看 这个内存 一下子空间就被占满了 空间就被占满了啊 好吧 一定要记住了 你去搞大保健 是一定要有个保健的房间的 对吧 你不可能说一个大厅里边的话呢 去搞大保健 那就不哑观了啊 不哑观了 对不对 好吧 大家注意看了 所以大家都要开个房间 开个房间的话呢 你会发现啊 这个 这个什么 搞不下去了 搞不下去了啊 因为空间有限嘛 即使我有一栋楼 那么这个空间也值这一栋楼嘛 是吧 你要是开再多 是不行的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下 请大家记住下啊 那么紧接着 肯定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一定需要这么多卡车吗 是不是啊 你要思考的啊 一定需要这么多卡车吗 对吧 卡车循环运输 保证CPU不闲 可以吗 是不是啊 好了 那么大家可能一看 麦克能取得这个例子 哦 明白了 这个就跟工地上面啊 运渣土是一回事 那工地的场地只有那么大 对吧 你可能安排十辆卡车 不断的去运就OK了 但是如果我要安排二十辆三十辆卡车 我发现 这个场地里边根本就不够他们转身的 他们要掉个头 都被呢卡住了 是吧 哎 那呢卡车不需要休息吗 卡车不需要休息 这个卡车是一个什么 只要有电 他就跑的 有电他就跑的啊 那么呢 请让他记住了 请让他记住了啊 好了 那么在这地方呢 请大家一定要啊 一定要好好的啊 那么呢 明白了啊 那么有同学把他 把麦克老师这个例子进行的优化啊 代码就是客户 现场就是等待安排的客户 不是等待安排的客户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啊 好 那么通过这个图 我希望你能够形象的明白到了 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内存 内存啊 那么从这个图上面 如果细心的同学一定会 不是容易内存泄漏 你又发现这里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我不断的去溜现场 我这块内存 我的计算机里面的内存 是不是会被耗尽 同学们啊 是不是会被耗尽 不是OR 不是ORM 是我的内存会被什么 会被耗尽 耗尽呢 同学们啊 是内存会被耗尽 为什么麦克老师花这么多卡车 就是希望把这块空间给他占嘛 就是希望把这块空间给他占嘛 那有同学们讲了 垃圾回收 要是我特别现场 是吧 在五分钟之内 它都不会完成 那么五分钟之内 是不是都不会回收 对吧 那我的计算机 在五分钟之内 如果我有新的任务要执行 你发现进来 拿不到内存 那还执行什么 就没办法执行了 你发现你的机器不响应了 你的机器卡死了 卡顿了 对不对啊 说什么 这个的话呢 是麦克老师希望你从这张图上面啊 要能够了解到的 至少很直观的 你要知道 创建现场 它是会耗用内存的 是吧 它是会耗用内存的 你创建的越多 你的内存耗用的呢 就越多 耗用的就越多啊 好吧 那么接下来 麦克老师给大家来解释的 给大家解释的 不是这么简单的说明的啊 好吧 来 问题六的答案 县程是不是越多越好 那么刚才同学们其实已经回答了很大一部分的 就是大家知道 创建县程和销毁县程是要耗时间的 那么在这里是很正确的 那么呢 是要耗时间的 耗时间的啊 好吧 在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大家要考虑一下 就是大家看啊 这里造卡车要时间 我们造完这个县程 跑完了之后 我们不会循环利用 对吧 不循环利用就是一次性使用 用完了就得销毁 销毁也要耗时间 销毁也要耗时间 好吧 那么这些话呢 注意看了啊 注意看了 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用黑色的加速度字给大家说明一下 县程在加瓦中 是一个对象不 对吧 在加瓦里面县程是一个对象吗 是的 加瓦里面啊 是有一个 slend类来描述县程的 我们要创建县程是new strand 来创建出县程来的 对不对啊 所以在加瓦里面县程是一个对象 其实它现在描述了这个县程啊 好吧 每一个加瓦县程它都需要一个操作系统县程来支持的 注意了啊 两块东西 加瓦里面县程是一个对象 其实它是描述的是一个操作系统县程 明白了啊 好吧 每一个加瓦县程都需要有一个操作系统县程来支持 好 县程的创建与销毁需要时间 为什么需要时间 因为在操作系统上面 它要帮你开启一个县程 这是需要时间的 销毁是一样的 也要耗时间 如果创建时间加销毁时间 大于你的任务执行时间 就很不合算 就很不合算啊 对吧 好了 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第二点 造很多的卡车 得需要空间来放它们 会造成内存紧张 为什么会造成内存紧张呢 大家看啊 麦克老师也给大家说明一下 加瓦对象会占用堆内存 这一点大家有没有遗忘 应该没有遗忘吧 应该都很清楚 我们的加瓦对象 它是放在堆里边的 那我们扭一个实论的 它是不是也放在堆里边 对吧 这个是一定的 好 还有一点 操作系统现成 它是要占用系统内存的 注意了啊 操作系统现成 它占用的是系统内存 根据GPM规范 一个县城默认的最大 占大小是一兆 什么意思啊 我们只要拥一个县城出来 那么操作系统 它一定会拿对应的 创建在一个操作的县城 那么它一定会 分配一兆的 类系统内存 来存放 这个县城执行过程中间 它相应的占 相应的占啊 好吧 那么这一个就是 默认情况下面 它的大小是一兆 那么这是64位JTK 那么呢 情况下面 它是呢 一兆64位的啊 这个虚拟机 好吧 如果是32位的 是320KB 320KB啊 好吧 那么这个占空间 它是需要从内 系统内存中分配 县城过多 就会消耗很多的内存 会消耗很多的内存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先上去 那有同学就问我了 那么低内存是预先好的 占内存是不断增加的 占是跟你的县城挂钩的 你的县城开的越多 那么每一个县城 都是有它自己独立的占空间的 是吧 那么你开一个县城 就需要一个占空间 开一个县城 就需要一个占空间 啊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那么对内存 它是用来存放 我们加瓦里面的对象的 我们在我们的虚拟机启动的时候 就会给它指定一块 所谓的最大大小 最小呢 大小 初始化大小 那么呢 这个就是什么 对内存 对内存啊 这一块的话呢 就请大家要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好 这是呢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操作系统 需频繁的去切换 县城上下文 当你有很多县城的时候 大家都想要执行 对吧 那么操作系统 它是呢 可以支持并发执行的 同时 它也是一个比较公平的 这样一个调度者 它会呢 尽量保证 大家都有机会 去跟这个 哎 姑娘亲热一下 是不是啊 所以它会调度一下 你亲热了两分钟 可以了 是吧 你不要那么贪 你让给下面那个兄弟 让他呢 也就亲一亲 他已经很久很久了 等的呢 已经不耐烦了 是不是啊 好吧 但是看了啊 那这个切换 如果你的县城数量过多 也会呢 造成很大的这种啊 性能的影响 性能影响啊 好吧 同学们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呢 要把这个第二点 给大家呢 证实一下 第二点啊 那么我讲到的 它会占用什么什么内存 对吧 那么怎么样来证明 麦克老师的话呢 给大家看一段代码 看段代码啊 同学们 我们学理论 你学这些知识点 学原理 一定要去写代码 去证实 好吧 这样子才能真正的 深刻的去理解到它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的话呢 给大家准备了一段 很简单的代码 很简单的代码啊 那么我们刚才 讲到的内容是 你开县城 它就会占用 你的堆 也会占用 系统内存 是吧 开的越多 占的越多 占的越多啊 那么我们就来 开县城嘛 开县城啊 对吧 那么在开县城之前 我想要问大家 我开几个县城 我怎么样来保证 这个县城 它不挂掉 它不死掉 它不执行完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看 我刚才讲到了 我开县城 开县城 如果我一开 开到后边 我前面都执行完了 那我可能看到的效果 就不那么好 我希望我开5000个县城 这5000个县城 都要是活的 当中呢 我再去看 这个系统的内存耗用啊 对吧 那我就可以拿 看得很真实了 睡觉 对吧 好 讲得很好啊 讲得很好 睡觉 然后呢 阻塞 阻塞啊 都可以 都可以啊 对吧 是不是 好了 OK 那么这句话呢 我们再看一下 麦克老师呢 给大家准备的例子 是什么样子的 我让他阻塞啊 我没有让他睡觉 我没有让他睡觉啊 好吧 来 请大家注意看啊 你看 麦克老师的代码 一屏 就看完了 一屏就看完了啊 哎 那么我是怎么做的呢 我创建了一个 Counddown Lunch 这个东西 如果你还不熟悉的同学啊 一定要去呢 好好去学了 因为在并发边城里边 这些协同工具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好吧 同学们 那么大家看啊 我在这里定义了一个 倒计数手中器 作用是干什么呢 我要让 我创建的5000个县程 让他们都阻塞起来 阻塞起来啊 好吧 那么看代码 首先创建了一个 倒计数手中器 然后我会在这里睡20秒 我为什么要睡20秒呢 是因为待会儿 我可能要去开很多工具 对吧 开很多工具啊 那么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我要去开一些工具 来看 内存的耗用情况 所以 在这里呢 先让它等一等 等一等啊 然后呢 等我准备好了 我的工具都开启了 你再拿去看 就看得呢 很形象 好 下边 for循环 5000次 我要开5000个县程 你看 new strand 然后start 把县程呢 给它开起来 对吧 那么县程里边 干事情不呢 县程里面 啥事都不干 啥事都不干 那就说明这个县程 它的站啊 你看到没有 它的站空间 它不会呢 站得特别的大 特别的大啊 好吧 这句话呢 先让大家记住了 它不会站得特别的大 因为它里面 没有呢 什么样的内容 没有什么的内容啊 好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注意看了 里面的方法 乱方法里面 就一句话 等待 wait 阻塞嘛 等待 那么如果没有人 把它这个1 变成0 那所有的县程 都会被呢 阻塞在这个地方 阻塞在这个地方啊 好吧 这个代码 看明白了 接下来 麦克老师 就可以来运行了 就给来运行了 那么运行 我不在这个一个利益上 直接跑啊 因为呢 我怕把我的一个利益 待会呢 卡着这个地方了 我就没法给大家演示的 所以 我呢 开了一个命令行 命令行啊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大家看到了 我在这个地方啊 就已经直接到了 它的这个class 内幕录里边来了 那么来了 好吧 那么我把这个执行的命令 给大家呢 敲出来 大家去看了啊 加瓦 杠XMX 100兆 然后呢 就是这一个类 这个类啊 同学们 这个杠XMX100兆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什么意思 好像同学 可能面试的时候 是不是都面过啊 这个许几级调优 对吧 那么有哪些参数 可以调啊 那么这个杠XMX 那么呢 指定的是 最大堆空间的大小 对吧 最大堆内存 那么我现在给它指定的是多少 指定的是100兆 100兆啊 那么呢 也就是说 这个加瓦进程 它呢 最多会耗用100兆的堆空间 但是注意了啊 这个是堆空间 并不是你这个加瓦进程 耗用的 真正的 这个什么 内存大小 直堆啊 好 请大家注意看了啊 那么我现在呢 要请大家注意看了 还有个什么东西呢 我会打开我的任务管理器 在任务管理器里边 请帮我找一下 你现在的话呢 能看到几个加瓦进程 这里有个加瓦 W 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可能是我们的什么 一个Libs吧 一个Libs进程啊 好吧 那么这的话呢 看只有一个加瓦进程 只有一个加瓦进程啊 好吧 在这的话呢 请大家要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 好 还有一块的话呢 一个东西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同学们用过没有 加瓦里面的 Vidual VM 叫做什么 虚拟机 虚拟的什么 虚拟机的 这个什么 监控器啊 好吧 在哪个地方呢 请大家记住了 哎 要学会了啊 在我们JDK的 B目录下面 会有很多的 这种 来监控 我们的加瓦 虚拟机进程 它里边的各项指标的 比如说内存 对吧 比如说现场 比如说你里边 创建的这个对象 有哪些 对空间里面 堆里边呢 主要的这个啊 对象 是什么 都可以去看 那么在这里话呢 麦克老师 在这里话呢 不给大家去过度的去呢 去讲里面的 那么我现在用的 就是这个工具 好吧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啊 呃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微专业里边 我们第一个专题 高性能 并发编程里边 就会给大家呢 深入的来讲 这一块啊 怎么样来使用 这个里边啊 那么呢 很多的监控工具 都会给大家来介绍 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呢 我给大家呢 稍微的简单的介绍 打开它 请让大家去看了啊 现在你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本地进程 有两个 一个 就是我们VM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Eclipse 就Eclipse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了解到他们之后 接下来麦克老师 要来运行这个程序了 运行程序了啊 回车 回车了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看 要等20秒才会有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加瓦进程有没有了 大家看到没有 加瓦进程出来了 啊 加瓦点EXE 加瓦点EXE啊 好 那么再来看 我们这个地方 有没有出来 你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呢 它也出来了 它也出来了啊 我把它连上 我把它连上 啊 好了 那么 大家看啊 5000个现场 已经跑起来了 啊 然后 我把 这个监控工具 给它打开 给它连上 连上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很多的type页 可以供你去哪选用 比如说 监视 监视啊 来 朋友们看一下 在监视里面 你可以看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了 很多东西啊 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看了 我把它放大一点点 放大一点的啊 你看CPU的使用情况 利用率高不高呢 百分之二十几 百分之七点几 对吧 你会发现CPU的利用率很低 很低啊 为什么 因为县程都已经主射在那里了 县程都已经主射在那个地方了啊 好不好 那么再来看 堆空间 堆空间最大的大小 很明显符合我们市值的需要 100兆 对吧 那么他耗用了多少呢 你会发现 这一个值 这一个值啊 就是他的什么 耗用情况 以使用了多少 我们创建了五千个县程 他也没有用特别多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大概也就是 二十几兆 三十兆的呢 左右 只用到这么多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他耗用的堆 有多少 再来看 有没有五千个县程呢 是吧 那么这就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县程 县程 你会看到 十十县程 五千零一十一个 里边有守护县程 十个 大家看到了啊 很明显 那么我们创建了五千个县程 这是呢 没问题的 而且这五千个县程 都是活县程 不是死县程 不是死县程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 你就可以呢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啊 好 那么接下来看什么 看内存耗用 对 已经看过了 只耗用了 三十来兆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加瓦进程 耗了多少内存 大家可以数一下啊 这加瓦进程耗了多少 看到了这个值没有 三百七十二兆 三百七十多兆 三百七十多兆啊 同学们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可以呢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啊 那么这些多出来的 是被谁耗掉的 那么就是比我们创建的县程 它对应的分配的系统内存 对的系统内存啊 大家看到了没有 我们还只创建了五千个县程 它就已经呢 要耗用三百多兆 而且我们的县程里边 根本就没有多少的调用 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weight调用 没有很深的占空间 没有很多的数据存在里边 你看到了啊 是吧 所以的话呢 它已经耗用了比较多的内存了 好吧 那么在这里 我希望你收获到了 县程 它是一条执行流 它是一条执行流啊 那么它是对应 是有一个操作系统县程的 这个操作系统县程 它是呢 要从系统内存里边 分配一块对应的 属于它自己 私用的占空间的 这个占空间 注意了啊 默认情况下面 最大大大小是一兆 最大大小是一兆啊 那么现在我们并没有耗用到一兆 如果你的县程里边方法调用 调得特别特别深 对吧 那么有可能就会超出一兆 那么那个时候 就会出现 占空间 溢出 明白了吧 啊 我希望你明白到了啊 好 那么什么是堆空间溢出 麦克老师就不再介绍了 这个呢 就大家呢 应该都很清楚的 都很清楚的 那一定要把它理解到了 所以说 你在麦克的课堂里边 一定是让你呢 真真实实的 明白到原理性的东西啊 好吧 那么既然已经了解到了 麦克老师就不需要把他们再留在这里了 我就把他们关闭了 关闭了啊 结束这个进程了 好吧 哎 结束进程 那大家就看了啊 结束进程之后 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这就结束了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呢 看一下 好了 OK 那我就把他们关闭掉了 因为已经不需要了 已经大家呢 明白到了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 麦克老师还要给大家 大家呢 送一个干货 送个什么干货呢 麦克老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好吧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 在面试过程中间 往往呢 都会被问到 GVM调优 对不对 GVM调优啊 为什么我们要调优 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 碰到了一个 加瓦的这个堆空间的 一出 OM堆空间 OM溢出 同学们 那么如果你看到 你的程序 运行过程中间 会抛出堆空间的 OM溢出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 同学们 你是不是会直接想到了 哎 这个堆空间溢出 说明我的堆不够大 我是不是要给它 调大一点 对吧 同学们 这是不是最直接 你就应该想到的 我的堆空间 一出了 那就说明了 堆空间呢 不够大 对吧 那我可能要把它调大一些 调大一些啊 那么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下 我们调大我们的堆空间 会不会对我们的程序造成影响 会不会 同学们 请大家记住了啊 我们在调堆大小的时候 不要盲目的去调得很大 为什么 为什么 同学们 能不能告诉麦克老师 啊 一定要知道啊 你要考虑 你的这个程序里边 它是不是一个多线层应用 如果它是一个多线层应用 请大家记住了 你有很多线层 你会开很多线层 那么它是需要很多的系统内存的 如果你把大量的内存 全都分配给堆了 那剩下可用的系统内存 就会呢 变少 也就是说 我能够创建的线层数 就会呢 也要跟着变少 是不是 同学们 这个应该要理解到了吧 如果你这个线 你这个应用里边 就像麦克老师 刚才跟你讲到的 你是不断的 你有线层 而且你会呢 有很多线层的 那么就会呢 可能 你把你的堆调得过大 反 有可能会呢 使你的这个啊 程序的吞吐能力 下降 所以 同学们 你这个地方啊 一定要呢 掌握到了 麦克老师跟你讲的 麦克老师跟你讲的啊 好吧 OK 好 一个线层 OM了 其他线层还能呢 正常使用吗 那么在这里话啊 同学们可以呢 自己去试一下 试一下 正常情况下 下面呢 是应该会被什么 会被这个终止的啊 正常他们是会被终止的 会被终止的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你会看到你程序里边啊 会跑这样的一场 跑这样的一场啊 好了 那么在这里话呢 麦克老师呢 就给大家啊 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 我们继续呢 往后 往后啊 我希望你 把这个呢 收获到了 实际的系统内存 不是GVM内存 好吧 好吧 对视线的共享的啊 好 那么 我们了解到了 这个线层的本质之后 我们再来呢 看一下问题7 是吧 你现在肯定就有疑惑了 如何来正确使用多线层呢 对吧 啊 那么这句话呢 大家看到了 其实我们前面跟你 一起跟大家在引导 就是线层创建多了 肯定有问题 那即使不能创建太多了 不能创建太多了 那就要什么 嘿 那就要去考虑怎么样来使用了 怎么使用啊 那么多线层的目的是要充分利用CPU 并发做事 多做事 那么现在本质 是将代码送给CPU去执行 那么用合适数量的卡车 不断运送代码即可 那么这合适数量的代码 啊 合适数量的现成 就构成一个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用线层的啊 那有任务要执行 有任务要执行 放入池中 池中的一个线层将任务呢 运送到CPU执行 好吧 那么这就是呢 我们大概可以总结出来 如何来正确使用多线层 就是我们前面呢 分析过的 你创建现成 是不是越多越好的 那个问题里边 其实就已经呢 帮你分析出来了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正确使用多线层 好吧 那么接下的话呢 第二个内容 麦克老师给大家来分析的是 线层词的一个原理 啊 那么线层 其实刚才那几点里边 已经告诉你了 你是怎么样来使用的了 对吧 那么它的实现原理 它的实现原理啊 我们呢 就需要呢 深入的来了解一下 好吧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麦克老师 再同会一个图给大家呢 来描述一下 线层词的一个原理 还是一样的任务和CPU 对吧 那么这里有个线层 既然是个线层 它里边一定会有东西 有什么 一定会有线层 啊 这个线层 预先会创建出来一些 预先会创建出来一些 是吧 你看了没有 这里话呢 也就是说 我会提前创建一些现场 这样的话呢 你在使用的时候 在你要执行代码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你不需要再去创建了 不是提前就会什么 会被你创建好 好 那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还有一个叫做任务仓库 一定要有个任务仓库 任务仓库是用来存放 任务的 存放任务的啊 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任务提交到 县城池里边 那么这个任务啊 如果 如果没有空闲的县城 它就会放到仓库里边 那么我们的县城 会从仓库里边运送 或者说什么 从仓库里面取出任务 送到我们的CPU 到底去执行 啊 那么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执行县城的啊 好吧 这话记住一下 记住一下 不断的去呢 去仓库里面去取 就可以了 好 它的工作原理 请大家记住呢 下面这几点 接收任务 放入仓库 工作县城 从仓库里边取任务 执行 当没有任务时 县城 阻塞 当有任务时 晃醒县城 执行 请大家记住了 这个地方 县城是不啊 不一定要呢 销毁的 不一定要销毁的啊 好吧 那么超出容量怎么办 超出容量 那么你就要呢 考虑 我到底是该抛个一场 还是我应该返回一点什么东西 那就是由你来决定的 县城池里边 肯定要提供这样一个机制 来进行一个拒绝的处理 拒绝的处理啊 那么后面我们讲 现在在API的时候 都什么也会看到他们 也看到了吗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就请大家记住了 好 那么紧接着 在这个图上面的一些元素 一些构成部分 我们在这个话呢 也给大家呢 做一个分析 好吧 那大家看啊 任务我们可以用什么来表示 如果要你自己去手写一个现成词 那你是不是会考虑啊 任务用什么表示 任务用什么表示 拒绝怎么体现 你可以呢 返回一个什么 false 或者说呢 抛出一个异常 都是呢 拒绝 都是拒绝啊 好吧 那么任务用什么表示呢 大家应该很清楚 其实在啊 这个加瓦里边任务 我们呢 都是用none ball 或者呢 cone ball 来表示 来表示啊 好吧 这句话呢 现在记住了 现成词的一个原理 那么仓库用什么呢 朋友们 这个实话 这个才是现成词里边 稍微蓝一点的 蓝一点的地方 现成词里边啊 稍微蓝的地方 就这个仓库 那么呀 任务 仓库 工作县城 县城 那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strand 对吧 那么仓库用什么表示呢 请大家记住了 仓库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啊 对立啊 非常不错 那么一再记住了 这个地方呢 它有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当仓库里边 没有任务的时候 现成来取 就会呢 要阻塞 要阻塞啊 对吧 那么你要呢 去选用一个很好的 这种仓库 能够让 现成来取的时候 仓库没有 现成你就要阻塞下来 好吧 那的话呢 先拉进去了啊 那么在这里面 告诉你啊 在现成词的实现里边 它的仓库 一般都是使用 blocking 他说阻塞 阻塞 blocking 阻塞 阻塞 这个阻塞阻塞的话呢 它是现成安全的 它是现成安全的啊 它呢 能够阻塞 现成 怎么个阻塞法啊 它可以做到 在你啊 去取的时候 如果是空 你就阻塞在那里等 好 当有人往这个仓库里面放入一个任务的时候 你立马就可以被唤醒 可以被唤醒啊 好吧 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 如果对这个仓库是猛的 你再往里面放 你放不进去 也会被阻塞 也会被阻塞啊 同学们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其他就去看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了这个什么 哎 满了的时候的一个啊 拒绝策略 因为你如果直接用它直接往里面去放 是会阻塞的 有可能你不希望阻塞 你有可能希望是返回一个东西给你 你呢 就去干别的事情去 是吧 这个就涉及到什么 拒绝策略 拒绝策略啊 好了 那么这块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啊 这个就是队列里面的一些基本介绍 麦克老师这些话呢 不再去给大家过度的去说了 但是麦克老师呢 既然给大家讲到了 这个Blocking Queen 那麦克老师还是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一下 它里面的一些API 它的API分成四类 分成四类啊 那么这个四类是根据它的结果 就是呢来区分的 第一类叫做呢 抛出异常 抛出异常啊 那么这一类 它是呢 当你掉上它的时候 掉上它的方法的时候啊 那么如果不满足条件了 或者是它不能帮你做了 它就给你抛个异常出来 明白了吧 那么大家看啊 这里对应就有 对类的插入 对类的移除 以及呢还有什么检查 好吧 那么我们重点关注的 就是往里面插入和移除 那看到没有 这个当你去掉AD方法的时候 然后去加一个元素进去 那么如果对类满了 它是抛异常 而你当你就掉这个 旅目去移除的时候 如果对类是空的 那么也是抛异常 好 那么既然它们是抛异常的 后边第二类就是呢 它会返回一个特殊级给你 你比如这个offer操作 对吧 这个offer操作 你往里边去插入 是不是 那么这个offer 它就会返回什么 返回一个空给你 对吧 那么呢 先大家记住了啊 那offer它就返回一个force给你 别说别往空的 它就返回一个force给你啊 它就返回一个force给你 这个force表什么意思 表示呢 你往里面插入失败 放不进去了 已经满了 你得呢 下个办法 你是等一等 还是呢 你没有这么多耐心等了 你干别的事情去了 都可以 好吧 那么这个破方法 移除 移除啊 那么 对类是空 返回的就是空 如果没空 返回的就是什么 移除的元素 好吧 那么还有就是这里 第三类方法 叫做会阻塞的 offer也是一样的 那插入啊 同学一定要记住了啊 在这里 这里都是呢 用来进行插入的 也就是插入有多个方法 有add 有off 有put 还有一个off 都是用来进行什么 插入的 好吧 很多东西喜欢插入啊 那么这的话呢 想到插入了 插完了之后 你可能还要什么 还要移除 那一样的 这里移除也有 也有四个方法 可以供你移除 啊 那记住了 那么第三类 麦假的呢 是阻塞 那么队列马的时候 你掉铺的方法 你这个调用间 调用线层 就会阻塞下来 直到 这个队列 里面出现一个空位了 你就可以进去拿啊 不然你就阻塞那个地方了 很难受 很难受啊 好吧 这方呢 记住了 入队 是的 入队啊 入队 好 那么这个take 你就是就是出队 我要从队列里面取一个出来 取个出来啊 那么呢 取的时候 如果队列是空的 那你就在那里等 在那里等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现在记住了 那第四类方法是超时的 也就是你可以指定 我等多长时间 这个时间里边如果满足了 那么呢 就放进去 反合的就是Q 如果超时了 对吧 那么呢 反合的就是什么Force 这个一样的破方法 也是破方法啊 好吧 这种话呢 就请大家呢 要了解到了 那到了啊 那么这个破方法是那 反正是那啊 他就不是Q Force 知道啊 好吧 那么这就是四类方法 麦克老师给大家稍微简单 介绍一下 你因为你了解他之后 你将来去实现那种所谓的消费者 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你都可以用不乐给亏来实现 最简单的就是用他了 好吧 因为我们的现成池里边的这个仓库啊 它就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它就是一个生产者消费者模式 啊 这句话呢 其他大家记住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你只要涉及到生产者消费者 你都可以用他 都可以用他啊 这句话呢 麦克老师给你来解密一下 是吧 你就可以明白到了 现成池里边都是用的他 好 那么今天麦克老师问到这个问题了 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了要用现成池 那现成池里边肯定是有个池大小的 对吧 同学们前面也一直在讲了 我们不应该去创建过多的现成 那我们应该要使用现成池 那这个池里边到底要指定多少的数量的现成 才是合适的呢 对不对 同学们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的话呢 心中应该有这个问题啊 如果没这个问题 那说明你啊 思考还没有到位 是吧 好吧 答案 知不知道 多少个 同学们 这多少个能不能直接回答 不能够直接回答 不能这样子直接回答 他说十个二十个三十个一百个两百个 这都是不正确的 都是不正确的啊 好吧 那么这里话呢 那告诉大家 你要去看你的任务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要看你的任务啊 是什么类型的任务 比如说我的是计算型任务 计算型任务是什么特点 不断的要计算呀 他很少有Io啊 那也就是说他时时刻刻都在使用CPU的 对不对啊 那这样的这个啊 任务他的线程池 要多少个线程合适 对吧 那么以上回答我的CPU核数 是吧 那么大家看啊 CPU数量的一到两倍就可以了 啊 你说你是四个CPU 那你就什么 设成四个 对吧 好的设成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可以 但是再往上设没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只会呢 让你的性能降低 只会让你的性能降低啊 同学们啊 明白了吧 没有告诉你了啊 那么如果你是计算型任务 你的CPU数量就是那么啊 你的线程池的这个啊 大小 你设成CPU数量的一到两倍就可以了 那两倍就可以了啊 好 那如果是Io型的任务呢 Io型的任务很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会阻塞嘛 那既然他会阻塞 那我就需要呢 多一些线程 要多一些线程啊 一部分线程等待Io阻塞的时候 我还是有一些线程可以去执行任务的 执行任务的啊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 具体啊 根据Io阻塞的时长进行考量决定 我们可以参考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Tomcat 大家看到没有 Tomcat是一个web服务器 加网里面的啊 web服务器 那么他里边默认的最大线程数就是200 当然你可以去给他扩大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的机器啊 呃 性能很好 内存也很多 对吧 那么你完全可以把这个200给他扩大一点 扩大一点啊 好吧 那么根据他设成200 其实我们呢 也可以呢 去呢 做一个什么 简单的一个啊 总结 真正啊 那么要告诉大家啊 一般就是你的CPU数量的30到40倍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对吧 那么呢 你可以根据他在适当的去调整 大一点还是小一点都可以 好吧 那么也可以考虑根据需要在一个最小数量和最大数量间来自动增减线程数 那么这个就是词大小可变的这种啊 呃 线程尺 线程尺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在这里话呢 就是你不能够直接笼统的去回答 呃 要多少个数量的线程 你一定要搞清楚 这个线程多和少 它是要按照你的任务类型来区分的 来区分的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希望同学们啊 了解到 好 那么第三块内容 第三块内容啊 如何来正确使用加瓦并发包装的线程尺API 我们不需要自己再去手写了啊 但是你听了麦克老师讲完原理之后 你能不能自己实现一个 能不能 能 对吧 那么你就呢 已经很清楚了 里边任务我也告诉你用什么表示了 持用什么表示了 对吧 线程就不要再说了 一定能够写出来 好吧 自己可以去写一个啊 那么在这里话呢 接下来啊 第三块内容 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加瓦并发包里边 给我们已经造了很多的好用的轮子了 那么我们不需要呢 再去重复的去开发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正确的去理解它里面的API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用好它 那么要告诉大家 百分之九十八 我不敢说百分之什么 一百百分之九十八 你的需求绝对都可以在加瓦的变化包里边啊 找到你想要的线程这API 只要是变化编程跟现成词相关的 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现成的 找到现成的啊 你不需要自己在这发面轮子了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你一定要呢 记住mangos给你讲的 为什么呢 明明老师接下来会给你介绍 给你介绍啊 好吧 加瓦并发包里边提供了丰富的现成词的实现 那么我在这里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它的API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里边你把它学到了 因为你可能对现成的API还是第一次听到 那么我呢 今天晚上交给你 因为我是把很重要的重点交给你啊 好吧 其他的一些细时末节 我认为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你完全可以什么 可以忽略的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好吧 来 那么首先在这个变化包里边 它有一个非常超向的这么一个接口 叫做execute 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就是用来执行的 对吧 它是所谓的执行器 执行器啊 那么这个执行器接口里边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定义 就是什么 执行 execute啊 这叫什么 执行noirable任务 这只是一个接口定义 定义的是吗 是一个行为 就是它可以执行任务 好 那么接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指的扩展 叫做execute service 由执行器变成了一个服务 execute service 那么既然变成了一个服务 肯定是要在它的行为技术上面 再加一些东西进来 加什么了呢 同学们 加入了对cordable的支持 加入了对future的支持 以及加入了关闭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个服务啊 对吧 服务是需要关闭的 如果不关闭的话 那么一直服务下去 这就不好了啊 好吧 好 那么在它之下 就有真正的实现类了 就有真正的实现类了啊 同学们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麦克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叫做fork join pool 这个fork join pool啊 这个名字呢 从fork和join 你可以大概也能猜出来 它们呢是干什么用的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大数据 我们很多同学 应该都有学 都有了解过 大数据里面是不是有 map reduce呀 对吧 map是干什么用的 分任务的 分出来之后 大家呢 去并发的去执行 你就是干什么的 合并执行结果的 对不对呀 那么大数据里面 为什么要map reduce 这种结构呢 就是要来进行 把计算型的任务 给它猜猜猜猜猜猜 猜成很多个小的子任务 并发在多个机器上面去执行 同时执行啊 对吧 来提高这个计算的速度 啊 reduce呢 就把所有的结果 合并起来 那么在加瓦的 现成词里边 针对计算型任务 也提供了 这样的现成词 叫做fork join fork join啊 好吧 那么这个fork join 现成词 是用来执行计算型任务的啊 那这些计算型任务 那这些计算型任务 那就说明他所需要的现成数量 是呢 很少的 只需要 需要我们的cpu 数量的啊 这个现成就够了 就够了啊 好吧 那么这一块 你聊聊到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啊 那么如果你在加瓦里边 有计算型任务 想要快速执行 而且这个计算型任务 是比较大量的计算 你完全可以用fork join 那这个就fork join啊 好吧 这个甚至我们呢 都可以作为一个专 一个什么 一个主题 给大家讲一堂课 怎么样来使用fork join 真的说实话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的话呢 今天晚上只给大家 介绍一下他 好吧 那的话呢 就不给大家去讲 好 那么 下面的第二个实现 slenderpool execute 是基础的 标准的 现成词实现 记住了啊 麦克老师呢 告诉你的 它是基础的 标准的 现成词实现 那在它下面 是不是还有子啊 有 有啊 好吧 那么 它是最最基础的 标准的实现 也是呢 麦克老师建议大家 使用的 使用的啊 好 再往下 还有一个 纸的 接口 哎 一看这个名字 哇 是可以 进行 定时 任务 执行的 这个定时任务 你看到没有 哎 有了它 那么我们 在开发过程中间 碰到的一些 定时任务 啊 那么可能 希望呢 在多少段时间 以后 才执行 这一个的 那么你就完全可以使用 这个定时 任务的啊 这么一个时间 好吧 那么它是对定时 任务的一个支持 定时任务的支持啊 有没有断网啊 同志们啊 如果断网了 就给麦克老师一个反馈 没断网啊 是吧 断没断网 断网的请敲二吧 没断网的请敲一啊 没有 没有是吧 好的 OK OK啊 好了 那么 同学们 在这情况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麦克老师给大家呢 稍微的给大家 签给大家 做一个总的 盖的啊 盖要的 这样一个介绍 让你了解到 这里面很重要的几个API 好 还有一个API 请大家看一下 还有一个API啊 叫做Execute 还有一个API啊 叫什么 叫做Execute啊 那么这个API 相信很多同学呢 都有去了解到它 啊 很多同学都有去了解到它 有没有同学了解到它 有没有 是吧 那么我相信有同学 甚至是用过它 甚至是用过它了啊 那么这里话呢 请同学啊 注意一下 好吧 那么它 是可以快速得到 现成词的工具类 它是一个工具类啊 可以通过它里面的 近代方法 快速的得到 现成词 那么像这个标准的 现成的实现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 溜一个 那么也是得到 现成词 那么这个一个是Q的呢 它里面提供一些 近代方法 做了一些简化 做了一些简化 那么通过它 可以快速的得到现成词 它是人的现成词啊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麦老师给大家快速的介绍一下其他的一些API 这些API 好吧 那么一个是Q的社会是里边加了关闭方法以及对空了宝和付 六岁的支持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麦老师也把它的API给大家的呢 列列出来了啊 你会看到这个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好吧 那那么上呢 大家看一下 关闭 关闭啊 它的关闭方法 有几个 有几个啊 一个下当 一个下当当闹 对吧 关闭 一条的任务会呢 执行完成 下面这个下当闹 关闭 正在执行的任务 执行完成 未执行的任务 不执行了 被返回 你看 它的反复是一个list 它们是有区别的啊 有区别的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 麦老师呢 就告诉你了 好 那么这里还有个方法 叫做await termination 主色等待 关闭 完成 那么呢 你需要了解的地方 提交任务的 麦老师就不讲了 好 下边 请大家注意看一下 invoke all 调用所有 那么是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cornerboard的集合 返回值是一个list future的集合 叫做执行集合里边的所有任务 每一个任务的结果都会返回给你 好吧 那么在这里看 注意看啊 那下边还有一类方法 叫做invoke any invoke any 同样的也是给了一个集合 那么区别在这个地方 集合中一个任务被执行完了 则其他所有的不再执行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有了他 那么你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间 有可能就有这种需要了 我有一组任务 但是呢 我只要里面有一个人执行完了 就ok了 那么你完全就可以通过这一种 这一个方法来调用到 对吧 但是如果我有一组任务 是要求每一个都要执行好的 那么呢 你就可以调这一个啊 是吧 如果你今天没有来听麦克老师讲这档课 你就不可能呢 啊 那么轻易的就知道了 哦 这个现场词里面还有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的 那么这的话呢 同学们看到了啊 也就是说 你在麦克老师的课堂里面 一定会听到一些 你原来没有了解到的一些啊 很重要的东西 啊 那么这个就是一些特殊的 这种应用场景 他都帮我们考虑到了 他都帮我们考虑到了啊 大家看到没有 一组任务要都执行完 还有一组任务里面 只要有一个执行完了 其他的都可以不执行了 对吧 那如果我有这样的需要 那他就可以帮你保证 做到 保证做啊 好吧 大家可以呢 看得很清楚 好吧 OK 那么这句话呢 希望你把它了解到了 好了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啊 定时任务执行的这个服务里边 他加入了定时任务的支持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方法 他的方法啊 那么大家拿看 他的方法里边只有四个 而且前面两个是一样的 只是呢 任务的表示不一样 任务的表示不一样啊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前面两个是多久后执行 多久后执行啊 那么这是执行什么 执行一次的 执行一次的啊 也就是你放任务进去 你可以指定告诉他 十分钟以后来执行他啊 一个小时以后来执行他 那么执行一次就结束了 这是什么 一次进行任务 指定在什么时候执行 那下面还有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啊 这两个方法啊 那么呢 也呢 是有重大区别的 这么大区别的啊 好吧 第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啊 下面两个都是周期性重复执行 就是下面这两个 上面这一个就是一次性执行 好吧 那么这两个它是有区别 第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是 add fixed rate 那就是固定频率 对不对啊 那么那来看一下啊 好吧 那么这个方法 它是以固定的时间频率 重复执行任务 比如说 每五分钟 执行一次 那么这是一个固定频率 每五分钟 执行一次 那么这个地方先大家注意了啊 这里有个特殊的地方 先大家注意一下 当任务本身的执行耗时 超过时间频率时 下次执行 需等待该次执行完后 才能开启 不能并发执行 这个啊 就是你要注意的 那么它的方法参数 你可以看到 norm 这个是初始化的 延迟时间 对吧 那么这里的话呢 还有第二个是什么 是间隔多长时间 间隔多长时间啊 好吧 这个大家呢 就可以看到 那么第二个方法 就是什么 位置 fix的 delay 叫做固定的延迟 这两个的区别 大家看到了吗 一个是固定的频率 一个是呢 固定的任务间延迟 来重复 进行任务 那么这个方式 情况下面就是 不论你上面那个任务 执行多久 上一个任务和什么 下一个任务中间的间隔时间 一定是固定的 这就是固定的延迟 固定的延迟时间啊 好吧 这个话呢 是麦克兰的告诉你的 这个很重要的一些区别 你可能自己花很长时间 才把它搞明白 但是你听到麦克兰是一讲 哇 很快就收获到了 对吧 是不是 好吧 然后再看一下callable 这个callable呢 我就不再就过多的说了 好吧 对nanable的改进 它可以返回值 可以抛出异常 我们nanable 它是不可以返回值 也不能够抛出异常的 那么这个就是callable 它呢 它的它的这什么 它的一个区别 好吧 callable的话呢 这个请大家记住了 它的区别就在这里 好 还来看一下 fute fute 是异不任务前示器 让提交者可以监控任务的执行 以前 我们用noneable 把这个任务交给现成值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去知道 这个任务的情况了 到底什么时候呢 执行的 哇 执行到什么情况了 不清楚 那现在呢 你可以有fute的机制 fute的机制啊 那么你可以去监控到 好吧 那么它里面有些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了 放弃任务 我可以放弃的啊 那么以前能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 交给现成池了 你只能关了现成池 是吧 好 我看一下 一字当方法啊 这个任务有没有完成啊 我还可以不时的去查看 我可以不时的去查看啊 那我再看到了 我把任务交给现成池之后 我可能呢 想要呢 给过段时间就去看一下 哎 兄弟 你执行完了没有 是吧 下面还有一个兄弟 想要进来 那这个的话呢 都可以啊 你可以实时的去看了 实力看了啊 好 那下面两个方法 Gate方法 是用来获取任务执行的 返回值的啊 你把任务交给他了 是吧 然后最后的话呢 你到了满意度怎么样啊 是吧 你还是可以呢 得到的 但是以前用Nanobo 不行 没有满意度可以反馈 甚至我都没有办法去呢 调教我的那些技师 对吧 要改进他们的技能 都没办法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啊 好吧 OK 好 那么咱们的话呢 了解了很多了 是不是啊 了解了很多了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SlanderPool Executor 这个我要重点给大家说一下 重点给大家说一下啊 我希望同学们 一定把它学会 而且大家以后 要用现成词的时候 都去用它 都去用它啊 好吧 它是现成词的标准实现 那么它里边提供的构造方法 有四个 第一个构造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 你可以看到它的参数 你可以指定一个核心 线程尺大小 好吧 看到没有 核心线程尺大小 还可以指定一个最大尺大小 还可以指定一个 Keep enough time 这是什么 叫做空闲的空闲时长 就这个现成空闲多久以后 可以销毁掉 可以销毁掉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了 好 还有呢 下面有个什么 time unit 就是这个时长的单位 好 Blogic Queen 任务对立 任务对立啊 好了 这个的话呢 请他们注意一下了 请他们注意一下了 那么你要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线程尺都可以了 比如说我要想实现一个固定尺大小的线程尺 那如果你的核心线程数和最大线程数是一样的 那么就是固定尺大小 那如果你想要得到的是一个可变尺大小的 那你就呢 指定两个不同的值 最大的比较大一点 最大的比较大一点啊 那么当有线程空闲下来 而且当前的线程数超过核心线程数了 对吧 那么当空闲时间达到了 比如说空闲时间设定的是 空闲一分钟就销毁 那么他就会被销毁掉 他就会销毁掉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希望大家呢 能够明白了 JDK代码 是的 JDK代码啊 这是JDK里面给我们提供的 并发API 里面的线程尺的啊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构造方法 那么稍微多了一个参数 叫做ThreadFactory Thread什么Factory啊 那么这个什么 就是线程尺的工厂 如果你想要自己去决定 怎么样来创建线程 那么你完全可以给他提供一个线程尺的工厂 你可以去了解这个API 自己去实现它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就是一些定义了一个什么 一个方法 里面可以创建线程 你能实现它 你的线程有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我要改一下我的线程的名字 对吧 那么你就在你那个里边实现一个就可以了 实现一个就可以了啊 好吧 这句话呢 先大家记住一下 好第三个 第三个啊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个加了一个参数 叫什么 叫做拒绝执行的处理器 那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那就是当我的线程尺 莽了的时候 是吧 那么你想要怎么样来进行拒绝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来进行一个什么 拒绝的一个机制的提供 这是提供你自己的 你想要怎么拒绝 是吧 那么它里面有没有默认的 有 默认的抛个一堂给你 莽了抛个一堂给你啊 好吧 这句话难道告诉你 莽了抛个一堂给你 好 那如果你想要有你自己的拒绝策略 那你就实现这一个handle 就可以了 你在里面的话呢 把你的逻辑写上 你怎么拒绝 你就怎么写 好吧 对吧 好 然后呢 第四个构造方法 就是多了这两个参数的 多这两个参数的啊 就不需要再说了 不需要再说了 那老师呢 就告诉你了 这是现成词的标准实现 标准实现 标准实现 它可以让你指定 核心现成数 指定最大现成数 可以让你指定空闲时长 还可以让你指定 你要用什么样的队列 啊 就是你要什么样的仓库 什么样的仓库啊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好 那么你还可以指定什么 还可以指定你的现成工厂 怎么样来创建 啊 创建你的现成 还可以指定你的拒绝策略 你的拒绝策略啊 这一个 就是呢 标准现成词里边 提供给你的 我建议同学们 要用 就用标准的 为什么呢 后面麦克老师会给你介绍 会给你介绍啊 好吧 这是呢 一个是Q的 一个是Q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 麦克老师给大家介绍的是 一个是Q的字 一个是Q的字啊 这是一个工具类 是创建现成词的工厂类啊 减轻我们的任务 它是工具类 好吧 它的工厂方法有哪些呢 同学们 在这里麦克老师告诉大家啊 我们好多的同学 我可以打个包票 百分之六七十的同学 他创建现成词 一定是用一个是Q的字 那么在这里 麦克老师告诉大家 请你以后不要用一个是Q的字 请你以后不要用一个是Q的字啊 那么呢 哎 有点讲到了 阿里的代码规约里边什么 会报错 对的 为什么呢 麦克老师给你解释一下 给你解释一下 你现在阿里这种一些互动网公司 他就不允许你用一个是Q的字 为什么不允许你用一个是Q的字 大家去看 它的工厂方法 第一个叫做创建一个固定词大小的线程词 你可以呢 看 它的参数就简单很多了 你只需要了解它的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这一个参数很简单嘛 就是多少个线程嘛 是吧 那你图方便 你肯定就用它了 是不是 好吧 那么先拿这句了 它缺点在哪个地方呢 缺点在这里 它的任务对立 容量无界 无界会有什么问题 同学们 无界会有什么问题啊 是吧 那么极有可能就出现这种情况 它本来的处理能力是 只能够处理 啊 这个十个任务 对吧 那么你时间往里面塞 时间往里面塞 时间往里面塞 对不对 它贪得无厌 但是它贪完了之后呢 它又不帮你执行 是吧 没有拒绝策略啊 你看到没有 任务对立 容量无界 任务对立 容量无界啊 那么它明明能力不行 但是它还要什么 还要把你的任务给它了吗 给全都给你什么 收进去 你这是不是弹得无厌吗 对吧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能不能用 能不能用 你敢不敢用 你敢不敢用 对吧 所以你看到了 这一个 如果你的任务量是比较大的情况下面 不敢用 不敢用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没有拒绝策略 没有拒绝策略啊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二个 第二个 New Cat's Slender Pool 这个Cat's Slender Pool 它创建的是一个 注意看了啊 大小无界的缓冲线程池 注意看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问题是不是也出来了 它是一个大小无界的缓冲线程池 它的任务对立是一个同步对立 任务加到池中 如果池中有空间线程 则用空间线程之行 如果没有 会新建线程之行 看到没有 那么它的最大线程数 可以达到了这一个量级 这个量级啊 好吧 很明显 如果我的任务量是特别大的 也不适合用它 为什么 因为我同时提交大量任务 它会帮我创建过多的线程 特别是让我的这个啊 任务 它的耗时还比较长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你用这个线程池 你里面的啊 线程数量会 砰 马上就暴增 马上就暴增啊 所以在一些互联网公司里边 不允许使用 不允许使用啊 好吧 那么说白了 其实也就是说 它也相当于是没有拒绝策略 也没有拒绝策略啊 是不是啊 也会把内存给撑爆 把这个撑爆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同学们要看到了 好 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New Single Slender Execute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单线程的 是一个单线程的啊 好吧 Integer的Maxwell 是什么意思啊 整形的最大值 啊 好吧 那么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 只有一个线程来执行 无界任务对类的 单一线程值 单一线程值啊 任务对类也是无界的 所以你也不敢用 你也不敢用啊 好吧 这情况呢 前面就去看一下 好 其他里面啊 它里面还有其他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呢 来创建一个啊 这个定时任务之行的线程值 最大线程数呢 也是这个 也是最大的啊 好吧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 New Worker Steer Pool 那么这个啊 就是拿FolkJoin里面的 他们我们创造是个FolkJoin的 这样一个啊 呃 现成词 那么它是以当前系统 可用处理技术来作为 并行级别 创建的 这样的啊 Worker Steering ThreadPool 也就是FolkJoinPool 好吧 啊 那么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那么这一个啊 就是这个地方 请大家记住了 也就是在这里啊 是 以 用线 处理技术 作为并行级别的 这个并行级别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并行 有几个线程 来执行任务 啊 那么大家看到了 它就像处理器数量的 用处理器数量的啊 好吗 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所以 我们基本上啊 就不要用它了 麦克拉告诉你了啊 其他的 我就不再给大家都讲了 不再给大家都讲了啊 那么这个是你可以指定名称级别的 其实你可以指定什么 指定几个县程来执行的 好吧 这个是麦克老师给大家分享的啊 这个 县程词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知识 朋友们 第三个没看清 哪个没看清 这个 这个不重要啊 这个东西 麦克老师没给你声音去讲 因为这是涉及到复个据印的 复个据印的啊 好吧 复个据印的啊 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呃 那么这个是你可以指定它的并行级别 你可以指定它是什么级别啊 好吧 这里话呢 第一页第三个 这个 这是一个 只有一个县程的 只有一个县程的 这叫单县程 然后它的任务对练是无界的 无界的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啊 这个的话呢 也我们也很少是使用它 很少是使用它啊 好吧 啊 那有些东西 为什么还有它存在的这个呢 那就是它里面帮你提供这个 但是它 它不清楚你是要怎么样来放你的任务呢 所以你图方便 比如说你要写一些测试代码 对吧 写一些本来你的任务量也不大的 这样的一些现成词 你就可以可以用一下嘛 你就可以用一下啊 好吧 好了 OK啊 那么这句话呢 麦克老师就不再去过头就说了 我告诉你了 如何正确使用它 是不是的 那么呢 你就要知道了 你不应该再去呢 简简单单 使用execute 我慢慢跟你讲了 你要去用标准的实现 strand pull execute 标准实现啊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你啊 要了解 要掌握到的 正确的实用现成词 对的 对的啊 好吧 那个里边你完全可以指定你想要的一些东西 这样东西啊 创建任何一种都可以 都可以啊 啊 那么介绍给大家分享的第四个内容啊 吧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马上就要过年了 过完年之后我们都要去啊 准备要提升职加薪的这个事情了 甚至在年前就应该提早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对吧 如果当天公司不能够满足你的这个薪资和职位的目标 那么你呢 有可能要考虑 我要去一个更大的舞台 对不对 好吧 那么在这里 今天晚上麦克老师会呢 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大型互联网应用架构的啊 一些核心技术 好吧 那么甚至加薪 你准备怎么样了 准备怎么样了啊 好吧 啊 你想成为一些互联网公司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吗 是吧 他们在这里放的 请大家记住了啊 啊 你想成为一些互联网公司的架构师吗 明年是不是有机会去试一试 对吧 自己有没有这个信心 有没有这个啊 自信 能够呢 去试一试 好不好 那么这里话呢 我希望同学们啊 一定要呢 去努力 是吧 好吧 啊 已经确定好明年的东家了 非常不错啊 非常不错 好吧 那么这里话呢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以及架构师啊 得掌握哪些看家本领 在这里话呢 那就看一下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那么在大线互联网公司里边啊 那么他们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 这张图就是啊 一线互联网公司里边的这种高并发分布式系统的啊 应用架构 应用架构啊 那么在这个图上面 同学们可以看到啊 它的一个很很清晰的 分层结构 好对吗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在这个里边 大家看啊 从上往下看 那么这一端 表示代表的是客户端 对吧 代表的用户吧 好吧 那么呢 这是有很多类型的客户端 那代表的是有很多的用户 那么大量的用户都会来访问我的服务器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对于高并发的请求 我们是必须要去啊 想办法来解决高并发的问题的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互联网公司里边 高并发就一定会涉及到集群 涉及到负载均衡 那么大家看到没有 在这个地方啊 那叫来一个F5啊 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用软件的 用开源的 免费的 那么你会看到有LVS 对吧 那么LVS再往下 我们看这还可以有NGICUS集群 这个就是呢 集群负载均衡的一些核心的技术 在一些互联网公司里边 都是采用的这两个啊 那么呢 软件级别的都是采用的这两个 由他们来搭配 NGICUS的性能非常优异 LVS就更加优异了 因为它呢 是可以在IP层来做这个啊 来做这个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就大家看到了 大家看到了啊 那么再往下来看 应用层就是一个集群了 应用层就是一个集群啊 好吧 那么这里就涉及到的就是高并发集群的 一些相关的这个啊 呃 技术好吧 那么这一块大家看到了 那如果你想要去一间互联网公司 那你是不是得要掌握多多这些东西了 对吧 那么大家看到了啊 好 那么在这一块啊 朋友们可以看到 当你的应用 web应用啊 那么呢 它的是集群的情况下面 有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 有很多问题需要考虑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哪些问题要考虑呢 比如说 集群之后 有可能就考虑到什么 分布式session 啊 那么这个是呢 要考虑的 分布式session啊 就是session一些问题 还有可能要考虑什么 单点登录的一些问题 好吧 那么同学们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请大家记住了啊 好 那么还有什么 分布式session 分布式session啊 那么只要是集群的 分布式session下面的 那么 如果你有涉及到资源的啊 这个竞争的 都有可能要用到session 要有session的话呢 原来的GVM的session 是用不了的 需要用到呢 分布式session 对吧 这块的话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块啊 你可能需要掌握多些东西 那再往下 在互联网公司里边 都是会什么 会有服务化的啊 那你看到了 应用层再往下 就是服务层 那么服务层里边 大家要掌握到的一些内容 是什么呢 就是服务化 微服务相关的技术 微服务相关的技术啊 他们看一遍吧 那比如说 Double框架 Spring Cloud 对吧 Zo Keep 这些呢 是大家啊 在服务层 一定要掌握的 对吧 我告诉大家啊 去互联网公司面试 你一定会被验到 大宝和Spring Cloud 你是绝对会被验到的 好吧 这一块呢 你是什么 一定要去好好去学的 好 那再往下呢 在互联网公司里边 叫做基础设施层 基础设施 那说明这个东西 是必须要有的 必须要有的 那么呢 上面的应用构建 在他们之上 有什么东西 缓存 那么在互联网公司里面 的缓存 不是一个单机缓存 而是一个集群 是一个集群啊 因为它有大量的数据要存 而且呢 有大量的高规法请求 所以 它是以用集群的方式 那么你就得掌握 缓存集群的 一些相关的技术点 加级一点啊 好吧 这里话呢 麦克老师就不给大家去生的 就展开了 但是我告诉你 比如说缓存里边啊 我不知道同学们 去面试的过程中间 有没有被面倒过啊 同学们 有没有被面倒过 一件哈欣算法呀 有没有同学面倒过 因为我很多同学 就拿来问我 麦克老师 今天我去阿里面试了 然后面试官问了我 一些关于缓存的一些知识 他问我 网上用什么 我告诉他用Radius 对吧 问完Radius之后 他就问我了 一件哈欣算法是什么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同学们 这这句话 麦克老师告诉你了 其实很多东西 你都要生存的去学 生存的去学啊 学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 其实跟生活中的 很多东西是相似的 越学呢 你会感觉越有味啊 越学越有味 是吧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就缓存这一块 那么在互联网公司里边 也同样的 要使用消息中间键 因为高病发 对吧 前端我们用集群 后端可能呢 处理能力处理不过来 咋办呢 那么我们可能什么 可能呢 用这个 用这个啊 MQ 来做一个缓冲 来做一个缓冲啊 好吧 那么这个消息中间键 那么消息中间键啊 还有别的用途 比如说我们要做 逢模式事务 也可以呢 基于消息中间键 来做 来做啊 所以这个消息中间键啊 在互联网公司里边呢 很重要啊 对的 还在那里 讲到解偶 是的啊 解偶 那非常重要啊 那么这个服务与服务之间 应用之间 进行一个什么 一些啊 解偶 进行一些通信 都可以通过MQ来做啊 其实这个东西啊 也也没那么高大上 没那么复杂 只是你可能没有去思考 这个问题而已 是吧 这里话呢 没告诉你了 没告诉你了 这个东西消息中间键嘛 其实就是用了什么 发消息的 消息是什么 就是一些数据而已嘛 对吧 好 很多时候啊 我们我们很多时候 会被什么 会被别人定义的一些概念 给什么 给搞懵逼了 其实那些东西 真的啊 很多东西讲了 我去面试 别人提了一个概念 我都没听过 只是只是别人命了 一个不同的名字而已 对吧 那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 有同学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好 发现 很多人喜欢呢 命一些高大量的名字 其实呢 对面的内容 跟你日常见过的一些 很普通的内容呢 都是相似的 都是相似的啊 对吧 那只是你没听过别人 就是叫法而已 那叫法呀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还有所谓的搜索引擎 搜索引擎这块的话呢 在互联网公司里边 也是呢 非常重要的一块啊 非常重要的一块 同学们 搜索引擎 那么你要把它学好 你就必须得掌握 反向索引 对吧 同学们 面试过程中间 有没有被面过 对吧 如果是麦克老师的面试 同学们啊 那么我应该问你 反向索引是什么 对吧 啊 那么我在这里话呢 同学们啊 一定要记住了啊 这个反向索引 真的 问倒过好多人 问倒过好多人啊 同学们 麦克老师呢 可以呢告诉你 反向索引 我们很同学呢 甚至答不出来 甚至索引的原理是什么 都答不出来啊 是吧 搞计算机 搞了五六年了 也很清楚啊 数据库里面 可以见索引 对吧 但是 打不出来索引 它的根本原理 它为什么 能够提高 我们的查询效率 啊 这个的话呢 他们注意了 还有就是我们面 搜索引的时候 我一定会面同学们 反向索引 一定会面反向索引啊 好吧 有机会麦克老师 给大家呢 讲一堂关于搜索引 核心理论的课啊 那么呢 会给大家来 来深入的来开展 学习到啊 关于索引 这些相关的知识 对吧 好 第四块的话呢 是配置中心 配置中心啊 那么你要做 这种服务化呀 对吧 就是离不开这种 配置中心的 那 那的话呢 麦克老师这里 就不再去过多 就去讲了 不再讲了啊 好了 啊 那么再往下 第四层呢 就是数据库层 数据库层啊 同学们 数据库层的话呢 一些互动公司 都会抛弃 啊 Olico 对吧 Olico要收费的啊 然后的话呢 他又是不开源的 出了问题 只能找Olico的人 来进行什么呀 这个维护 进行来这个 指导 对吧 来进行升级 那么他们一来 就是按时期来算的 五六千块钱 一美金 对吧 来给你什么 搞两个小时 就是一万美金 去了 对吧 那么这句话呢 所以在一些 互动公司里面 大多使用的是 MaiSocal 大多使用的是 MaiSocal 那么MaiSocal的话呢 它的能力还真的是 比Olico要差很多 它的数据存储量 对吧 那么Olico 你要给它 存个几亿数据 没问题 但是你要在 MaiSocal里面 给它存个几亿数据 那么你会发现 查询起来真的很慢 是吧 那么它呢 只能做到这种 千万级别啊 那么MaiSocal 那么当我们要存很多数据的时候 怎么办呢 那么我们就要用到 MaiSocal的基群 基群啊 分顾分表 对吧 那么当你用了分顾分表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啊 你要写一个查询 如果涉及到了跨库了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了 原来简简单单的一些思考 现在变成了不行 必须要借助于 专业的这种啊 数据库中间件 来做件事情了 对吧 所以在这一层里边 你要是掌握到的 就是数据库中间件 对吧 以及MaiSocal的分顾分表 相关的一些原理 啊 那么这个的话呢 也在找DBA去 你的开发事情 DBA帮你解决不了 让你解决不了啊 啊 那么这是关键数据库啊 还有一块 同学要去掌握的呢 是什么呢 是这个NoSocal数据库 啊 真的 那我建议大家 真的要去学 这个东西真的不难 不难啊 你呢 你假如入个门 简单的使用 我告诉你 你不要花很长时间 你甚至呢 花个一天两天 你就OK了 是吧 但是呢 你想要去学经他 学通他 掌握到他里面的一些原理 在面试过程中间 不配面倒 是吧 那么的话呢 你就要比较深的去学他 但是那就比较耗时间了 比较耗时间了啊 好吧 因为呢 你很少能够呢 看到专业的资料里边 有讲这个所谓的原理级别的 对吧 中文的很少 中文的很少啊 那么呢 主要的话呢 英文的还是有 英文的还是有啊 好吧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 我社稿数据库 慢慢告诉大家 你要去学的话 那么建议学什么呢 芒果DB 还有一个是什么呀 还有一个就是 Eliasic Search Eliasic Search 那么在这里的话 那么建议你呢 就要去学学他们 好吧 他们两个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 这个Nosecual数据库 这个Eliasic Search Yes 对的 不光可以做这个Nosecual数据库用 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什么 是搜索引擎 是搜索引擎 好吧 那么他 已经一直在不断的发展 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数据的这种什么 这种挖掘和分析的中心 那么他一直在那里 努力做更多的一些东西 更多的东西 那么我要说明一下 芒果DB 它是自然天成的分布式的 ES也是自然天成的分布式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所有分布式不分布式呢 它们是没有什么 没有区别的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一下就可以了 OK 那么最快 曼格尔给大家呢 再来做一个总结 第一点是高并发集群相关的技术 第二点高性能并发编程相关的技术 第三点是分布式微服相关的技术 第四点是大型分布式缓存技术 那么第五点是消息中间件技术 第六点搜索引擎技术 第七点是迈搜索集群相关的 第八点 no搜索技术 no搜索技术 好了 OK 那么呢 也就是说 在一线货路网公司里边 这个架构里边 那么呢 你会看到 你需要去掌握 八个方面的核心的技术 八个方面的核心的技术 那么自己 可以呢 对号入座 去看你呢 打个勾啊 画个叉呀 对吧 看你掌握到哪些了 看你掌握到哪些了 好吧 那么你如果想 来年盛职加薪 或者说呢 你想要呢 明年后年 对吧 盛职加薪 你就应该要去对照的 去准备 我们得有一个目标 去进到一线互联网公司里边去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边 真的 你要想拿高薪 你就得有本事 是吧 别人搞不定的事情 我能搞定 我就可以挺直交板 跟老板去要钱 跟老板去要钱啊 是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高密码集群啊 那么呢 这个相关的技术 那你要看到了 集群的这个啊 搭建里面用到的 这个负载均衡的相关一些组件 对吧 然后的话呢 集群里边的一些啊 负载均衡算法 策略啊 以及呢 里边限制到的一些 比如说 I session 共享的一些东西 对吧 单点登录等等 有很多的一些知识啊 需要去呢 深学习 是不是 好吧 那么这么多内容 掌握了几个了 啊 我希望同学们啊 至少你要能够掌握里面 百分之五十 对吧 掌握到百分之五十 你就可以去面试了 可以去面试了啊 好不好 同学们 面试过程中间 不是说 你问的每个问题 都要能打出来 啊 你只要百分之五六十 都打出来 那么 那可能什么 你就有机会进去了 是不是 那么这里话呢 自己要去呢 好好去对比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和同学 可能还是一起在用啊 SSM 做 CIUD的活啊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呢 就要给大家做个建议 真的 好吧 同学们 你要呢 动一动 我们只有自身能够呢 去动一动 去改变自己 我们才能够呢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成长 和发展 如果你出来工作 两三年了 对吧 一直是SSM 或者是SSH 天天做CIUD 应该也觉得也累了 是吧 也累了啊 那么在这里话呢 建议你要去呢 好好的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 很精彩 对吧 你呢 不要被当前 现在的这一点工资 和现在的这件事情啊 就是满足了 真的 外面的世界呢 很精彩 你呢 跟你同学 朋友 都交流交流 看看别人 现在怎么样 你会发现呢 哎 有些时候啊 不比不知道 一比呢 吓一跳 是吧 你会发现 你可能 你不了解情况下 你觉得你现在拿 拿这么点工资 好像还不错 但是一比你发现 对吧 原来跟你是同学的 别人已经呢 有房有车 对吧 然后你现在呢 还是拿着住的出租屋 啊 拿着工资 够自己用 但是想要孝敬一下父母啊 对吧 你会发现呢 郎中羞涩 啊 所以的话呢 我建议同学们 一定要呢 去 好好地去啊 跟同学们什么 多多交流 多多交流啊 好吧 啊 如果你是苦逼的加特班的 拿着微博的新智的同学 那你就更应该 好好地要去想一想 我明年是否还是呢 要继续 这样的一个现状 对吧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每一年 一年之际在渔村 对吧 每一年你都应该要去反思 总结 你上一年 有有什么样的进步 没有 对吧 那这一年 我又呢 有提升了什么 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 那么你一定要 一定要啊 麦克尔告诉你的 你一定要 打住你这个势头了 啊 在这个行业里边 不是用来混年头的 混年头 等你混到三十岁 如果你做不上广理 那么你那个时候的话呢 麦克尔告诉你 你极有可能就会被淘汰掉了 极有可能被淘汰掉了啊 好吧 在这里的话呢 请你记住了 啊 所以你不能扣去 靠混年龄 在有的行业里边 传统的一些行业里边 你靠混年龄 可以 但是在这个行业里边 你真的不能靠去混年龄 你想要靠 哎 我工作五年六年 七年八年九年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拿高薪了 没有 你会发现 那些比你小很多的 对吧 刚出来的 这个大学生一进来 你会发现 人家拿到薪资跟你一样 为什么 那是因为人家啊 有真本事 你想一想 你都工作六七年了 别人一进来 就能够跟你拿一样的薪资 你想一想 你是不是弃人吧 对吧 但是这个弃没办法 人家会核心技术 你不会 那没办法呀 人家能拿到这个价钱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边啊 是技术为王 你做管理 在这一行啊 做管理 你想想真正做好 也是必须要掌握技术的 是吧 要不然 大家都很清楚啊 我们搞技术的 都很牛逼哄哄的啊 是不是的 你的技术不必比我强 我凭啥听你的呀 是吧 同学们 是不是的 我可以打个包票 我们中间百分之八九十的同学 都是有这样的个性 都是有这样的性啊 看我们这一行的 都很清楚 你的技术比我牛 我就信你 我就扶你 你如果技术呢 一般 你来做我的管理 你还给我指手画脚 是吧 我才难得了你了 所以这对话呢 其实明天记住了 好 如果你迫切的 想要快速提升自己 想要升职加薪 想要更有成就感 那你就更应该 好好的去学习 好好的学习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在苦劳 你没有快速提升的通道 你自学太慢了 太苦了 太难了 那么在这里 你就跟着麦克老师来学 你跟麦克老师来学啊 好吧 那么麦克老师的话呢 让你轻轻松松学会 轻轻松松学会啊 你原来可能要花啊 两天三天四天才能够学会的一个知识点 麦克老师告诉你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啊 一个小时我就把它交给你 我就把它交给你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 你可以更早的去拿高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同学们 时间才是我们真正啊 最最需要去把握的 去珍惜的 想一想 一换 你现在啊 23 25 对吧 一换 你变到30了 再一换 就40了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还没有干你的成就呢 你还没有掌握到核心技术 你就过时了 你过时了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所以你一定要掌握到好的学习的方式和方法 你想一想 你花两个小时 学完了人家要花呢 四五天才能够学完的东西 对吧 你可以节约多少时间 你一个星期就可以学完人家呢 多少呢 人家一两个月的这个学习呢 那你想一想 一个月下来啊 你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是吧 你可能学习五六个月 你又有那薪资就可以什么 去翻翻了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你通过一个更快速的学习途径 能够快速的去学到更多的知识 那么你就可以什么 怎么跟我学 对吧 那么这的话呢 大家看一下啊 那你看一下 我们网易云格堂推出的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为专业 专为帮助想要快速提升 改变现状的同学 行动起来 改变自己 我希望同学们啊 一定要行动起来 好吧 那么在这个行业里边 你只有动 你只有去折腾 那么你才有成功的机会 如果你不折腾 那你就是嘛 慢慢的慢慢的 就被这个行业的话呢 就淘汰掉了 好吧 你只能够啊 拿了一点微博的工资 慢慢的涨嘛 每年最多给你涨百分之十 是吧 有东西呢 等干十年就翻翻了 看十年就翻翻了啊 那么你想想十年太久了 是吧 我绝对相信 同学们希望 今年拿一万 明年我希望拿两万 如果我能够拿到两万 后年我绝对希望拿到四万 对吧 如果通过这样的 自己的自身的努力提升 对吧 实现了这样一条成长之路 你会发现 你觉得你的人生非常的有益 非常的值得 是吧 很骄傲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啊 那么如果说你不努力 你不就提升你的技能 什么做得到吗 这不可能的 不可能做到的 对吧 所以的话呢 你一定要动起来 你一定要动起来 你不动 麦克老师跟你讲很多 我天天教你 你都不动 没用 没用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呢 王毅云格朗 在这里话啊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课上的内容 深入讲解高兴的编程 中间键容计划技术 以及分布式系统开发的 相关的技术 好吧 由网易资金技术 专家打磨 五大商业项目技术内幕 首次以系统化 讲运的方式 对外公布 哪些内容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五大商业项目 网易的啊 好吧 严选 网易云科党 网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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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都会给大家做分享 好吧 那么这句话 已经在继续了 我们推出这个课程 目的 只为培养更多 符合网易 一线互联网公司 需要的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麦克老师 一直呢 就是什么 想要帮助到 很多的同学啊 那么 我立志啊 要做一个啊 那非常成功的 加瓦行业里面的 步道者 所以我在 自自不倦的啊 来提升我的技能 自自不倦的 提升我的讲课的水平啊 我希望能够把我学到的 最纯正的 最权威的 最正统的 这些技术 分享给大家啊 那么这句话呢 其他技术 当然 我们托迪老师 跟我一样啊 非常优秀 甚至比我还优秀啊 那么 他的 备课 对吧 那么我可以什么 告诉大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呀 专业负责人 啊 好吧 那么他给大家准备的课程里边都是啊 每一个字 他都要较证 每一个知识点都要较证啊 一定是要 从官方里边多次求证 才得什么 最终确定啊 是呢 正确的 是权威的 是准确的 才能交给大家 才交给大家啊 所以的话呢 非常值得什么 期待 好吧 这个课的链接 麦克老师呢 来会发给大家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麦克老师首先把我们的这个 课程的最新有个动态 给大家呢 来播报一下 好吧 请大家注意点啊 扫这个二维码 你可以领取底扣券 这个底扣券啊 可以帮你省一笔钱 那得看一下啊 我们的课程 原价是12680 特惠价 7599 但是请记住了 只限今晚了 只限今晚了啊 那你过了这个村 明天可能就要多掏钱了 因为明晚将涨价 如果你还在观望的同学啊 那么你应该呢 听了麦克老师呢 几次课了 应该啊 要下定你的决心了 真的 马上就要过年了 明年想要升职加薪 对吧 那么我们动起来 好不好 动起来啊 只有你动起来了 你才有可能成长 你不动 没办法成长 没办法成长 你怎么样去升职加薪 那一切都是什么 都是幻影 抓不到 你只要动起来了 你就呢 有机会就抓到他 等一下麦克老师告诉你 啊 多少课时对吧 课时的话呢 麦克老师都会告诉你啊 总共是150多个课时 150多个课时啊 那么学时 学的这个周期 是呢 八个月左右 那么60% 是在线直播 有40% 是呢 录播 还有呢 这个啊 呃 测评 还有测评啊 这个内容的话呢 呃 在官网上面啊 麦克老师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我先把这个优惠通知 给大家搞 好 今天晚上 放出五张 面值500元的抵扣券 最终十副价 七千零九十九 注意了啊 麦克老师再次强调 明晚涨价 你错过了 没关麦克老师没告诉你啊 是吧 麦克老告诉你了 你想要甚至加薪 你就得动 你不动 怎么样呢 还甚至加薪呢 是吧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取到这个优惠项同学 请你今天记住了 请你今天记住了啊 使用的节制时间 是今天晚上的 23点59分啊 拿到了 别拿浪费了 别浪费了啊 好吧 在这里话呢 请记住了 请记住了啊 好 那么在这里面 老师还要说一个事情啊 就是呢 呃 请大家记住啊 这个课程呢 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啊 我把链接呢 发给大家 发给大家啊 那么在这里话呢 同学们可以呢 去去呢 自己点看一下 好吧 那么这个课程的链接 里面的内容 麦克老师呢 也稍带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 稍带介绍一下啊 好吧 那么这个课程 主要就是来面向 我们想要升职加薪 想要快速提升 我们的技能 想要掌握核心技术 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同学啊 那么呢 你非常值得来拥有这个课程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如果同学 你是缺少一些互联网项目经验的 你长期在小型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外卖公司里面工作的 对吧 呃 你 你做的两年够了 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 好吧 同学们 改变一下你自己 真的 在外卖公司 没有什么前途 没有什么前途啊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请大家记住了 因为你们就是当苦力的 你们就当苦力的啊 好 那么第二点 项目经验零碎 工作内容 都是增商改查的 简单开发 没有经历过啊 大项目 我记得了 完整大项目啊 这是你项目经验零碎的 好吧 自学困难 又没能带的 你自己学 你感觉呢 这个收效甚微的啊 而且呢 感觉很苦逼的同学 那么呢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课程 来快速提升 来快速提升啊 好吧 那么你今天晚上 听了麦克老师讲 应该就很清楚了 麦克老师的课 对吧 轻松 然后呢 学的内容又多 学的内容又多啊 对吧 很容易就可以掌握 当然我会告诉你 啊 在VIP课里边 啊 在我们的啊 正式的课里边 那么呢 会给大家讲的更详细 啊 然后呢 这个视力更多 视力更多啊 好吧 哎 长期无突破 技术技术薄弱的同学 就前面讲到的 我们和同学在 在什么 小型公司 外报公司干的 为什么 我们很多同学 对吧 大学里边本来就没学 没学什么 没什么学好 对吧 甚至很多同学是 非计算机专业的 毕业了 工作不好找 加把这个行业 是吧 工资还不错 入行的门槛 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的话呢 我参加一个培训 是吧 参加一个培训 培训四到六个月 成为一个初级价格工程师 然后 把大家送到 上海 广州 深圳 对吧 等这些地方 干什么 进行外报公司 或者说 就是培训机构 自己成为一个公司 同学们到那里边去 做一些 好一点的 还能够 参与到一些外报项目 差一点的呢 干什么 就是这种 培训机构里边 自己公司里边 定义的一些项目 第一部同学做了 第二部同学去了 又再做 再做一遍 第三部同学去了 又再做一遍 为什么给大家做这个事情 就是让大家 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经验 对吧 很多同学 培训出来 真的技术很差 为什么 本身 老师的水平 也不咋地 培养出来的学生呢 是吧 教给你很技术的 加瓦的基本使用 甚至连里边的 一些核心的 一些原理都没讲 面向对象的 一些核心的东西 也都没跟你讲 是吧 然后呢 教给你 框架 SS H 甚至连 伺服力MVC 有些东西都不会 学了什么 学了四驾子 都什么年代的 还在学四驾子 是吧 那么这里话 请你们注意的 一定要呢 注意到 你的技术 真的很薄弱 你想要去 一家互联网公司 那么差了很多 合同学可以看到 一家互联网公司 其实每年都会 招大量的 应届毕业生 对吧 但是来源在哪些地方 是吧 一定是来源于 比较好的学校 是不是好的 学校里面 都能去 不是的 一定是呢 非常有潜力 那么呢 他本身 在这个里边 他就呢 有这个去研究的 这些学生 一进去 拿高兴 拿高兴 好吧 那么这个就是 差距 当然也有很多学生 很多学员 我们有些学员 外包 对吧 包到华为 包到阿里 是吧 然后的话呢 在里面工作 做了一两年外包 通过自身的努力 不断的提升技能 最后有外包变成什么 变成甲方了 变成甲方了 这个的话呢 也有很多啊 这种案例 同学们都可以 通过自身的动一动 来改变自己的 这个现在这个现状 如果你不动 你很难够呢 去改变现状 真的 是吧 那么我想同学们啊 应该呢 都能够你见面上 讲这句话 那么这个课程 是六大热门 就是专题 一千五大公司 亲授 那么哪六大课程呢 哪六大技术专题呢 高性能编程专题 中间件专题 对吧 融计划技术专题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些都是一线互联网公司里边的 核心的一些技术 也是大家啊 将来必须要掌握的技术 你想要 越早 实现生成加薪 你就越早掌握 你越想要去一线互联网公司 你就越早掌握 好吧 我告诉大家 你现在不学 你明年可能就要学 后年就要学 那等到那个时候再学 别人早就学会了 别人早就学会了 那么别人的话呢 可能就成为你的领导了 就说你的领导了 好吧 这个的话呢 就是大家要 要保住机会 保住机遇 对吧 好吧 那么就像大家 原来学 学框架一样的 那都是什么 必须要学吗 我告诉你 等到明年后年 自己内容都是必须要学 必须要学 OK 那么还有 风布式系统开发专题 网易云科堂 后端项目实战专题 网易商业化项目分享 这个内容 麦克老师不再去过多的 去细讲了 不觉得生日去讲了 同学们可以呢 自己来这个网站上面 去了解到 好吧 还有就是 关于课程大纲 如果你想要获取到 完整的课程大纲的同学啊 那么呢 你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好吧 那么呢 就可以去获取套了 获取到了啊 下面的内容 麦克老师呢 就不再去过多的 去给大家去讲了 那么你呢 简单的看下这个标题 好吧 网易后端开发中的 类体最佳实践 网易真实性呢 性能调优方案的分享 网易后端架构中 消息中间键的应用 网易后端系统中 负载均衡的应用 网易后端架构中 缓存的设计 分布式数据库 在网易的最佳实践 那么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啊 这些内容 你都可以在这个 加瓦高级开发工程师 微专业课程里边 详细的来学到 那么呢 是我们网易啊 这个核心项目的 这些经验 你都可以拿来学到 好吧 时间啊 在课程多少课时 对吧 那么具体多少个课时啊 麦克老师还真没有 具体统计 但是它是一个专题 那么它散漏战的什么 有一些是在具体的 分享专题里面 跟大家讲 对吧 有一些的话呢 是在具体的讲的 核心的技术专题里面 跟大家来讲 跟大家来讲啊 好吧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王毅邮箱 对吧 王毅云计算平台 王毅云课堂 王毅云音乐 对吧 那么这些的混沌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课程里面 分享给大家 大概的占比多少啊 下次我算一下 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好不好 下一只麦克老师呢 给你算一下啊 你加一下我们 主持老师的 老师的微信 好吧 给你算一下 大概占比有多少 至少按专题的量来讲 占比应该是什么 百分之 二十几以上 百分之二十几以上啊 百分之三十左右 好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请大家记住 就记住了啊 好 因为你必须得掌握一些 掌握技术 掌握到什么 技术 你才能够呢 去深入的理解 这个啊 实践的这个啊 案例分享 实践的案例分享啊 好吧 好的 OK 那么这句话呢 麦克老师就不再过多 就讲了 好吧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啊 那么我们的这个 受科老师 对吧 这是我们托尼老师 非常优秀的啊 这个 讲师 那么呢 技术能力非常的突出 好吧 那么这是我 好吧 还有我们 安德老师 我们张亮老师 好吧 好 除了我们讲师之外 还有网易的技术专家团 全程参与课程的研发 提供网易案例支持 严格把控课程质量 那么我们网易的这些大牛啊 可能很多同学啊 都很认识他们 对吧 那么他们也会参与这个平台 来严格把控课程的质量 啊 那么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 技术方案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会审核我们的一些啊 我们的一些技术方案啊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分享嘛 是吧 好吧 这的话呢 同学们可以聊到啊 还有就是很多东西可能会关心 我们的服务这一块 好吧 那么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采用的是陪伴式的班级管理 构建专属的学习圈啊 讲师加班主任八个月全程陪同 你有专属的VIP班级群 这个群里面的话呢 你们同学们之间可以互相的交流探讨 这个探讨啊 好吧 那么你可以积累一个很好的人败圈 好的人败圈 将来你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出差 对吧 提前在你的群里面啊 哎 洪医生啊 我要到这个地方来了 对吧 有没有谁招待我啊 那你会发现呢 你呢又错获了一封友谊 对吧 好吧 那么第二点 一对一的课后答疑 第三 作业以及考核 第四 行业资讯以及学习资料啊 你都可以获得到 除此之外 你还可以获得到 HRBP提供的就业支持 享有网易内推机会 啊 那么你只要肯努力 去学对吧 那么呢 麦克老师告诉你 你那进入网易的机会是很大 因为我们推这个课程 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就是我们要 通过这个课程 帮我们网易招到很多 符合我们网易需要的 高级加倍开发工程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年要花大量的精力 啊 以及呢 这个金钱啊 时间去招 啊 那么招的话呢 啊 和我们发现啊 招过来的人 啊 符合度真的不是很高 符合很高啊 那么呢 也有很多人 干一段时间呢 就什么 就被淘汰掉了 被淘汰掉了啊 那么我们呢 花大量成本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课程 一方面 培养呢 更多的这种优秀的啊 这种加把高级开发工程师 同时也能够呢 满足我们啊 招人的这一个什么 一个遍解的通道 来集约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成本 好吧 所以你呢 可以啊 通过这个通道的话呢 享有网易内推的机会 啊 啊 然后的话呢 可以享有职业的诊断 这个诊断啊 网易的内推 线下的沙龙 以及微专业的证书 啊 那么 大家看一下 刚才有同学都问到了 常用的这些问题 对吧 那么微专业的总共时长 有150个小时左右 课程采取的是 在线路播占40% 加在线直播占80% 60% 加线上作业测评 以及考试的形式来完成 好吧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麦克老师就不在这里呢 过度给大家讲了 过度给大家讲了 好吧 那么 你如果 有一些疑问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来啊 看到 同时你也可以呢 加我们助教老师 来进行一个啊 咨询 好吧 那么在这里啊 麦克老师呢 把我们助教老师的 微信啊 再一次呢 放给大家 好吧 如果 你想要改变你自己 那就请你呢 掏出你的手机 好吧 来掃一掃 跟他聊一聊 了解了解 好吧 那么这句话呢 这会我们老师说一下啊 明天晚上就要涨价了 就要涨价了啊 你想要 甚至加薪 你想要改变 你的现状 那你必须要提升你自己 那你要提升你自己 你肯定必须得要 找一个通道 如果靠自学 这个通道啊 真的是呢 太低效 你也会呢 最终会放弃 为什么 太苦了 太难了 太低效了 太低效了啊 那么你当然成效这么低 你肯定呢 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对吧 你最终还是会选择 要通过课程 来快速的 全面的 系统的来提升 是不是 那最终你都要选了 为什么 你现在不选 你现在选了 你还可以呢 争取到很多的时间 提前学好 对吧 如果你 你说我过了几个月 再去选择 那几个月就浪费掉了 对吧 有可能你学了那几个月之后 你去面试 立马就涨了五六k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啊 我们很多人就这样子 好吧 优惠线啊 仅剩两张了 同学们 那么抓紧时间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 一定要记住了 数量有限 先到先得 使用时间 截止今天晚上 二十三点五十九分 明天你再来买 就不是七五九九 这个价格了 好吧 那么 啊 呃 最后的话呢 麦克老师再问一下 如果你今天晚上觉得 听了麦克老师的课 确实收获到了 很多干货的同学啊 请你呢 最后给麦克老师 送上一波火箭和游艇 好不好 那么 来鼓励麦克老师 给大家分享更多的 更精彩的内容 好不好 啊 这个我等了很久了啊 看来很多同学 是 这个 不喜欢麦克老师 再继续给大家 分享了吗 是吧 还是说麦克老师 没有呢 接收到大家的这个 鲜花和掌声啊 好吧 那么在这里话啊 麦克老师今天晚上 就给大家呢 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只课 再见了 同学们 晚安了 啊 啊 好